台湾 我想去五十年後的台灣吧 我會想要回到二三十年前 家庭裡把書店不是所謂的傳統 如果我作為那個時代的人 書店或是禮拜可以在我的生活中 對我來講是什麼樣的角色 我想要回到一百多年前的台灣 因為我想要看到八家將的氣緣 怎麼會有這麼特別的創意 去採訪全台的多元性別酒吧 還有關於多元性別的相關教會 畫下他們的樣子 讓大眾更能理解他們最真實的樣貌 空間上的容許 並不代表社會上的理解 不管是我們還是LGBT家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尊重這件事情 海洋一開始對我來說我是覺得很害怕 它是世界上面積佔最大的地方 充滿未知 在結束之後呢 我會覺得說 它是一個該好好被保護的地方 很美麗的地方 它整個海灘都是垃圾 三個人去淨灘的時候 其實是根本就進不完的狀態 保護海洋其實並不難 就是從生活中的小習慣開始 就可以很好的保護海洋 我想要乘坐這個風返去的地方 是四五十年前基拉卡樣部落 從小到大聽了很多有關奶奶生活在部落的故事 當時舉辦風年祭的地方也已經變成廢墟了 我很想要一揮他們還在那邊的時候的一個現況 以前會覺得台灣這個島嶼小小的 但是這趟旅程當中看到台灣這些不同的地區 以及不同的民族 我覺得我更加有感覺到 其實就是雖然這個地方很小 不同的人在做著不同的事情 這些事情都是很值得大家多多地去探索 每個人都在一起 每個人都在一起 感谢观看